孔子知道的知识很多吗 我们今天初中毕业生有很多很多的知识 孔子跟我们不知道 孔子说的四十不惑是指什么 你可不要理解 唯一孔子到了四十岁了 什么都不迷惑 孔子是有问必答的 孔子在不该说的时候他不说 上海联系大学教授鲍文山老师继续为您讲书 孔子是怎样练成的第六题 四十不惑 孔子说四十不惑 按一般人的理解 一个人到了四十岁 经历了很多风中雨 确实对很多事情都应该能清 该知道的应该都知道 但我们在一本叫《烈子的经典》中 却看到了两个小孩向孔子请教问题 孔子拿不上来的情况 孔子既然也有张口结舌的时候 那他为什么还要说四十不惑 他也有迷惑的事情 但他偏要这样说 他是什么意思呢 上海电视大学教授鲍文山老师继续为您讲书 孔子是怎样练成的第六题 四十不惑 在上一讲呢 我们讲到孔子到了齐国 见到了齐景宫 还有齐国的国相 燕音 齐景宫来做的实在是不像话 前面上一讲我们已经讲到了 齐景宫喜欢深色狗马 生活奢靡 经常胡闹淘气 所以啊 这个孔子就觉得这个国君呢 做的实在不像国君的样子 缺少国君应该有的庄重 威严 缺少国君应该有的相应的道德品质 所以有一次齐景宫问孔子 说怎么样才能把国家搞好 孔子就给他回答了几个字 非常精彩 孔子说 君君臣臣 父父子 他有适当于两种理解 两种翻译 一种就按照字面来说 国君做的像国君的样子 臣子做的像臣子的样子 父亲做的像父亲的样子 儿子做的像儿子的样子 这样的理解没问题 但是呢 我们知道古汉一往往非常简略 他简略的时候 他往往省略了一些 沉洁的关系 所以这样的句子还可以理解为什么呢 有前后的一个因果关系 你首先国君做的像国君的样子 然后才有资格要求 臣子做的像臣子的样子 国君做好在前 臣子做好在后 你父亲首先尽到做父亲的责任 你首先要养育子女 给子女受教育 对他的未来负责任 有策划 然后才能有资格要求子女将来孝顺你 我觉得这样来理解孔子的话 可能更准确一点 因为孔子确实 他在很多地方一直强调强宅的道德 而不强调弱宅的道德 他总认为在上宅应该先做的好 然后才有资格要求下面的人做的好 所以我们说孔子对于齐景公讲的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实际上是希望你齐景公先要做的像国君的样子 然后你才能够有资格要求臣下对你好 可是齐景公一听孔子这个话 他很高兴 为什么很高兴呢 他从有利于自己的这一方面的理解 他把君君这个很容易跳过去 他想到陈臣了 陈臣做的像陈臣的样子 对呀 就应该这样 他们都做的不像样子 其实天下有饭我也吃不到贼里 他想到自己吃好穿好了 说不说人往往是这样 人往往是接受对自己有利的信息 齐景公也是这样 所以孔子对齐景公印象非常不好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什么 齐景公对孔子的印象倒是相当的好 虽然说齐景公也有他可爱的地方 对吧 我们说他淘气 对吧 他天天冒傻气 对吧 他天天胡来 但是呢 他有他的淳朴的一面 有他憨厚的一面 他对孔子很欣赏 甚至准备把齐国的一块土地分封给孔子 那你就在我那儿待吧 我封一块土地给你 你就做大夫吧 那你说嘛 这个对孔子来说确实是一个好的机会 在鲁光那边已经不好待了 跑到这儿来 对吧 如果有这样的结局 当然很好 至少可以安身立命 可是呢 遭到了一个人的反对 这个人是谁呢 这我们绝对想不到 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燕子 燕音 燕音这个人 孔子对他的印象是相当好 反过来 燕音对孔子的印象又非常不好 所以这是很奇怪的 孔子喜欢的人不喜欢孔子 孔子不喜欢的人倒挺喜欢孔子 燕子去世以后啊 孔子他说过一句话 说这个燕子这个人呢 善于人交 久而尽之 这个人呢 很善于和别人打交道 你跟他打交道时也越久 你越敬重他 孔子和燕音打交道 也就是这么两次 一次是燕音到鲁国去 孔子参与接见 那么这一段时间 应该很短 不会交往很久 主要的就是在七国这一段时间 那么孔子既然讲了 在这段时间里面 他对燕音的印象是 久而尽之 越交往越增进他 所以我们说 孔子对燕音确实是印象很好 而且燕音也确实是 那个时代非常鲜明的一个国相 但是呢 偏偏燕音对孔子印象不好 所以当齐景公准备把一块土地分封给孔子的时候 燕音首先起来反对 他说像孔子这样的儒家 能言善辩 这种人不是法内人管得住的 他们又傲慢自大 这也不是一个做下属 做下级的一个好的人才 而且来他们讲究后葬 迷费钱财 所以这个也不能够成为七国的封锁 有燕音这个人他讲节俭 而且他们周游列国 追求做官 这样的人也不大靠得住 他跟齐景公讲了这么一番 如窄的坏话 实际上燕音在这段讲的 这些东西确实是那个时代 一般的儒窄的基本特点 就说在孔子之前 甚至在孔子的同时 一般的儒窄给别人的印象就是这样 知识很索碎 那个礼节很索碎 然后呢 人言善辩 然后呢 到处周游列国去求是 确实如此 所以整体的儒窄的整体的形象不好 但是燕音没有明白什么 孔子的儒窄已经是新儒窄了 不一样了 燕音也是老了 打开也是老了 所以他对孔子的这个 经过孔子改造的这样的儒窄 他可能不大了解 所以他是老印象 是个老印象 但是燕音既然反对 那么齐景公也就不好说什么 因为齐景公很听燕音的话 所以孔子在齐国遭到了燕子的反对 他在齐国也就不大呆得下去了 所以这是孔子的一个悲剧之一吧 燕子是齐国的老臣 相传个子很矮 身高不足六尺 孔子个子很高 我们知道九尺六寸 所以燕子站在孔子的身边一站 那真是差距太大了 孔子这个比燕子至少高了三分之一还多 所以这个一高一矮的两个人 高的倒是挺喜欢矮的 矮的全面不喜欢高的 所以这也是命中注定 从此以后 齐景公对孔子也就比较冷淡 甚至到最后暗示孔子 我老了 不能再用你了 这个话是很有意思的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老了 不能用你了 那就说白了 你走吧 你别在我家呆了 我既然不能用你 你天天在我家吃干饭 那也不是个事吧 孔子就只好离开了齐国 回到自己的祖国 路过 而且据说 这一次离开齐国 走得非常紧急 孔子本来米都已经掏下锅了 准备煮饭了 突然之间决定要走 把米从水里面捞起来 稍微晾干一点 带上就走 走得很紧急 有人说可能是在齐国碰到了紧急情况 有齐国的一些大夫要谋害孔子 这个事情来 因为没有具体的证据 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齐国大夫要谋害孔子 反正这个事已经成为悬案了 我们也就不管他了 总之 孔子 35岁 到齐国 然后在齐国待了一年多的时间 又回到了鲁国 37岁 回到鲁国 孔子37岁回到鲁国后 一待就是14年 这期间 他经历了人生的重要阶段 就是四十不惑 那么这个四十不惑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他到了四十岁 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 什么都知道 什么都不迷惑了吗 那么孔子从37岁到鲁国 然后一直到孔子50岁开始起来 出来做官 这个中间整整14年 整整14年 孔子一生有两个14年 这是第一个14年 就是37到50 还有一个14年 就是他从55岁到68岁 周游列国 也是14年 孔子37了 已经逐渐的走向了他的不惑之年 那么什么叫做不惑 这是一个 值得我们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孔子说他四十不惑 你可不要理解 唯一孔子到了四十岁了 什么都不迷惑了 什么都知道了 什么都懂了 什么知识都拦不到他了 显然不是这样 一个人的知识总是有限的 世界是无限的 知识 每一个人的知识总是有限的 不可能做到你什么都知道 那么孔子的不惑是指什么 我说孔子的不惑是指他有了判断力 而不是有了更多的知识 他是有了判断力 孔子比我们高明 也不是因为他知识比我们多 而是因为他的判断力比我们高 一个人的境界 一个人所能达到的人生的高度 也不是看他知识的面有多大 而是取决于他的认知能力有多强 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说知识不在于他有多大的宽度 而在于他能够达到的高度 以及他能够深入的深度 所以我们理解 所谓的四十不惑 不惑的意思是什么 两个意思 第一 就是对自己的人生不在于 我知道我这边的该干什么 对自己的人生方向 也不会再动摇了 四十四了吗 对吧 不会再动摇了 不会再改变方向了 不会再改行了 这是不惑的第一个内容 还有第二点 就是对这个世界上的林林总总 对这个世界上的光怪奴隶 都能够做出价值判断 判断了他的是非 善恶和没仇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说孔子之所以比我们高 我们再重复一遍 孔子之所以比我们高 绝不是因为他知识比我们多 不是他知识比我们多 我们今天 我们随便 你找一个初中毕业生 一个稍微好一点的 对吧 合格的一个初中的毕业生 他的知识总量 都会超过孔子 你相信不相信 我们今天初中毕业生 有很多很多的知识 孔子根本不知道 但是我们能够说我们今天的初中毕业生 比孔子还厉害吗 比孔子素质还高吗 所以我们说一个人的境界 不是你知识的多少 而是你判断力的强弱 学知识的目的 不是要增加一大滴死知识 是干什么 是通过知识提高判断力 什么判断力 主要是指价值判断力 什么叫价值判断力 就是你知道没丑 知道善恶 知道是非 知道什么事情是对的 什么事情是错的 知道我们应该支持什么 应该反对什么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能力 这是最重要的人的素质 孔子比我们高 就高在这里 当然孔子具有很多的知识 在他那个时代 孔子算是很有知识的人了 孔子在生前就已经被人称之为圣人了 而那个时候人们认为的圣人是什么 就是知识特别多的人 所以在那个时代也很有意思 孔子几乎被人看成是一个百事通的角色 只要别人碰到一些宜兰问题 解决不了了怎么办 问孔夫子 问孔子 他懂 大家都是为他懂 这个时候也给孔子造成很大的压力 我们知道他不可能全懂 当然历史的典籍上记载下来 孔子有很多地方确实是懂的 有很多人拿来一些古怪的问题 孔子都能回答 回答得非常好 让别人很佩服 你比如说 这个季环子在家里面挖井 他从土里面挖出来 一只羊 这还挺奇怪的 土里面怎么挖出一只羊来 然后他就派人问孔子这什么东西 并且来季环子 这个人还耍了个小心眼 他让这个时代去问孔子的时候 说你别说是羊 你说是狗 然后这个人就跑去跟孔子讲了 说我们家主人们挖井 竟然从这个井里面挖出一条狗来 那是什么动物 孔子说那应该是羊 不应该是狗 他知道 弄得别人很佩服 骗得没骗得了他 吴国进攻这个越国 把越国打败以后 把越国的这个都城 会计城 城墙拆毁 在拆城墙的时候 发现了一截非常巨大的骨头 这个骨头来放到车里面 正好装满了一个车厢 什么动物有这么大的骨头呢 他们搞不明白 在当今世界也找不到人能解答 他们就想起了鲁国的孔子 所以专门派人去问孔子 孔子说这个骨头应该是仿风式的骨头 因为当初 这个大鱼在会计山上大会诸侯的时候 这个仿佛是迟到了 大鱼生气就把他杀了 他的骨头有多大呢 能够装满一节车厢 和这个吴国在越国的城墙里面 发现了正好吻合 所以别人又对孔子非常佩服 孔子晚年在成国 有一天天上一只大鸟落下来了 这只鸟的身上有一只剑 那成国的国君 成慧公就拿着这只剑来问孔子 这只剑有一尺八寸长 护木柱的剑杆 石头柱的剑柱 那个剑柱 剑头啊是石头柱的 他就问孔子 这是怎么回事啊 孔子一看就明白了 有这只鸟啊 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飞来的 从哪个地方飞来的呢 从黑棱江那边飞来的 够远的吧 孔子怎么知道的呢 孔子说 当初猪武王灭伤以后 打通了很多的通往少数民族的通道 于是很多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 都给猪武王有进贡 进贡地方特产 那么这个黑棱江这个地方 一个民族叫素盛世 他们进贡的特产 就是用护木杆 做剑杆 用石头做剑头的这么一种剑 周武王把这个东西送给他自己的长女 这个长女后来嫁到了陈国 所以就带过来了 所以孔子跟陈维公说 你到你们的国库里面去找一找 应该还有 陈维公马上让手下的人到国库里面去找 还真找着了 你看孔子是不是有很多知识啊 这样经过几次以后 别人是不是对孔子特别佩服啊 真的是很佩服 40岁的孔子在当时快成了白科全书 人们有不明白的问题都来向他请教 可是在一本叫《烈子的经典》上 却记载了孔子竟然回答不出两个小孩子的简单问题 那么孔子凭什么还要说四十不惑呢 比如说有一本《烈子》这本书 就记得了这么一件事 两小而变日 两个小孩在尊论 到底是太阳早晨里我们进 还是中午里我们进 其中有一个小孩是什么 太阳是早晨里我们进 为什么呢 早晨看到的太阳很大 像车盖一样 中午看到的太阳很小 像个小盘子 我们一般的经验告诉我们 离我们进的东西看起来很大 离我们远的东西看起来很小 所以太阳应该早晨离我们进 这是一个小孩的观点 你说他根据经验来做判断 也还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 肯定一个小孩 他也有他的经验 他说不对 应该是中午离我们进 早晨离我们远 为什么呢 中午的太阳那么热 早晨的太阳 温度没那么高 我们知道啊 我们离火越近 我们感觉到越热 离火越远 那感觉到越冷吗 既然中午太阳热 早晨太阳凉 那肯定是中午太阳 离我们进吗 那两个人就这么愣的 不可开交 正好给孔子碰着了 他们就来问孔子 你这个学问大理 给我们告诉一下 到底是早晨进 还是晚上进 孔子怎么回答 孔子不拒绝 没办法给他 然后列子下面就记了 说两个小孩就嘲笑孔子 熟为辱杜志华 谁说你知识多 列子你这句话来嘲笑孔子 实际上我们这句话问得非常好 好在哪里 好在就他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 一个人的境界跟知识的多少 往往没有多大关系 所以我们有时候读书 我们老是要读书干什么 读书增加一点知识面 我们读书有更多的知识 然后我们都能了解一点 懂了总比不懂好 这是错误的观点 读书不是增加知识面的 读书不是增加知识的总量的 读书还是再重复一遍 就是提高我们的认知能力的 孔子曾经讲过一句非常好的话 他有一些知识 知识不足以为君子 不知无神以为小人 就有些东西你知道了 也不能让你成为君子 有些东西你不知道了 也不能说你就是小人 不知道很正常 我们每一个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 我刚才讲了 孔子的知识跟我们今天相比 那肯定有限 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感受 我们的境界比孔子高 就说明了一个问题 知识的可贵不在于面有多大 知识的可贵在于他能否形成我们的判断力 所以孔子讲四识不获 四识不获是指什么 就是指判断力 尤其是指价值判断力 什么叫价值判断力 价值判断力就是判断好坏 是非对错善恶 是这样的判断力 所以我们读论语的时候要注意 你读论语不是学知识 甚至读论语也不是接受某一些观念 孔子讲了 人一道德好 我们读完论语 我们就接受了 这个当然很好 但是还不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读论语 能不能像孔子一样 学会对事物做判断 这个我就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前面我们看 很多人问孔子 孔子都答 孔子自己也讲了 他跟学生讲 他说我从来不隐瞒你什么 我有什么东西都跟你们讲 实际上是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论语里面孔子有三种东西 他是不说的 子不语怪力乱神 怪力乱神 他不说 孔子的一个大弟子子贡 这个人很厉害 贡在孔子的弟子里面 拍前五名没有问题 三千弟子里拍前五名 够厉害的了 但是他有点感叹 说我们的老师 什么都跟我们讲 夫子之文章 可得阿文耶 夫子之言 信于天道 不可得阿文耶 传统的文献 孔子都跟我们讲 老师都跟我们讲 但是 人性问题 天道问题 老师不跟我们讲 怪力乱神 不讲 人性于天道 不讲 还有个什么不讲 有一天 子路 子路也是在前五名之类的一个大弟子 而且是孔子最早期的学生 第一期的学生 子路有一天问孔子一个问题 说老师怎么样侍奉鬼神 孔子怎么回答 为能是人 也能是人 你把侍奉人的事情搞好 是鬼的事情吗 先放在一边 不说 然后子路又接着问了一个问题 那老师 你能不能给我谈一谈死亡问题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死亡是人类不可回避的问题 那个古希腊的西塞罗 曾经讲过一句话 哲学就是学会死 但是孔子跟弟子不谈 当子路问他 老师 你能跟我们谈谈死亡问题的时候 孔子怎么回答 孔子说 为之生 焉之死 你把生的问题搞明白 死的问题 先放一遍 所以我们说在类语里面 孔子至少有三个东西是不谈 怪力乱神不谈 信与天道不谈 死亡问题不谈 为什么不谈 是不是孔子不知道 这样的问题 孔子一定思考过 以孔子的境界 他对这样的问题 一定是理解的非常透彻 所以首先肯定不是不知道 那是什么 因为有些东西不好谈 因为有些东西不能谈 说了 不好 说了会引起不好的道德后果 所以我们说价值判断力 其中包括什么判断力 就是什么事情该做 什么事情不该做 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我们来比较一下孔子 曾经有一次子贡问孔子一个问题 说老师 人死了以后 到底 是有知还是无知 说白了就是人死了以后 有鬼没鬼 孔子说不说 那子贡就觉得奇怪 怎么不说呢 不能说 孔子说 我不能说人死了以后 没鬼 我如果说人死了以后没鬼 那父母死了 那子女想那么烦 那他死了 也没鬼 就是一个死尸吗 随便一人拉倒 导致子女随便的对待父母的遗体 所以不能说没鬼 那我也不能说他有鬼 为什么呢 我说人死了以后有鬼吧 那子女就想了 虽然他死了 可是他有鬼 鬼在看着我们 所以我们一定要对父母的丧事 要大操大办 甚至把家里的很多财产都拉来陪葬 结果呢 是影响了活人的生活质量 你看 有鬼还有没有鬼 这是一个事实判断 对吧 或者有或者没有 我的感觉是孔子骨子里面 并不认为人死有鬼 但是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事实判断 它还有个价值问题 所以每一件事情 每一件事物 他除了做事实判断之外 我们还要做价值判断 价值判断就是说 你这种判断会带来什么样的道德后果 这次非常重要 孔子为什么不说 他意识到了 说了会有道德后果 这就是一个不惑的人才能说出的话来 这就叫良知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孔子很少谈人性问题 但是你到人里找一找 你一定能找出一句话来 非常明显的一句话 就是讲人性问题 性相近 你说他不说吗 他又说了 所以不该说的不说 该说的还要一定要说 为什么孔子这一句话是一定要说呢 性相近是什么意思呢 性相近就是说 人性是相同的 相近的 人性到底怎么样 孔子说 我不说 是善 是恶 还是不善 不恶 这我不说 这个问题也不好说 人类到今天 我们也没有办法 从科学的角度来证明 人性到底是怎么样 不知道 那既然不能够从事实的角度 来确定 人性到底怎么样 我们就要从价值的角度来做一个选择 哪一种观点 最好 不是哪一种观点是真的 而是选哪一种观点是好的 那到底哪一种观点是好的 这也很难说 黑格尔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 他说 当人们说人性是善的时候 人们是说出了一种伟大的思想 你觉得挺好吧 可是他下面还有一句话 当人们说人性是恶的时候 人们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的思想 所以这个真的是很难说 不是很简单能做判断的 因此孔子一般情况下 他不说 在当时的时代 人们对人性是善是恶 有着激烈的争论 那么 似是不惑的孔子 对人性的善恶 究竟又抱有怎样的一种独特看法呢 我们稍微来看看 后面发生了什么事 到了战国时代 到了孟子的时代 关于人性问题 主要有四种观点 告子讲了人性没有善恶 善恶是后节环节的影响 孟子讲人性不善 人性不是善恶 荀子讲人性不善恶 人性不是恶 除了这三种观点一问 他有一种观点 怎么说的呢 说人性 有的人人性是善 有的人人性是恶 我们能不能也做一个价值判断 在这四种观点里面 我们选一下哪一种观点 是最糟糕的一种观点 最糟糕的观点 一定是最后一种观点 有的人人性善 有的人人性恶 为什么他是最糟糕的 两个 第一 他为人类的不平等 找到了人性学上的依据 既然人性生来就不一样 我生来就善 你生来就恶 所以我呢 肯定不平等 我就应该住高楼大厦 你就应该住贫民窟 你活该 因此我们说 在这四种有关人性问题的观点里面 最糟糕的一种观点 就是说人性不同 前面三种 我们看他们观点不一样 你看孟子跟荀子观点完全不一样 一个说人性本善 一个人性本恶 针锋相对 但是他们都坚持了一条 人性相同 孟子讲人性善 不是说有性的人性善 是说所有的人人性都善 荀子说人性恶 也不是说个别的人人性恶 而是说所有的人人性都恶 所以孟子和荀子两人针锋相对 但是他们和孔子怎么样 不矛盾 他们都坚持了孔子的这个底线 你可以说善 他可以说恶 但是你们必须坚持一条底线 人性相同 人性相同是什么 人性相同就是为人类 人类的平等 人类的道德平等 找到了人性学上的依据 所以我们说孔子在不该说的时候 他不说 在该说的时候 他已经意识到 他将来对后世的影响 他知道他说话的分量 所以他就用他的身份 用他的权威 说了这一句话 给后人确定了一条底线 在这上面 你们怎么讨论的可以 下面 不能胡说八道 这就叫价值判断 孔子说自己似是不负 正因为不负 也就是对事情有价值判断力 所以有的时候 孔子在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中 能发现潜在的危险 比如孔子的弟子 子贡和子路做的两件事情 按照我们一般人的理解 他们一个该受批评 一个该受表扬 但孔子的探访 却和我们正好相反 这是怎么回事 李氏春秋啊 插尾上面 记载了这么两件事 也很非常有意思 有两件事 一件是什么呢 鲁国有一条规定 当时鲁国有很多的鲁国人呢 在其他的诸会国 沦为奴隶 鲁国的政府就在这一点 不大 有审 有审国家体面吧 所以鲁国政府呢 就颁布了一条法定 这个法定真是非常好 很人道 什么法定呢 说以后啊 有 假如 有人 在别的国家看到鲁国 鲁国的这个奴隶 你可以出钱 把他输身 你把他输回来以后 你的这个输金呢 可以到鲁国的国库来报销 这是个好政策吧 真是个好政策 孔子有一个学生子贡 子贡我们知道 这个人很有钱 大商人 他真的就从国外 把一个人给输回来了 那输回来以后 按照规定 你可以把输金 你花了多少钱 到鲁国国库去 再领回来 可是子贡觉得那不可以 我是孔子的学生 我也讲道德 对吧 我这个做好事 那我就做好事 我怎么能够让国家掏钱呢 他就不去领输金 不要了 这个钱我自己掏了 做的好不好啊 你会觉得很好 可是孔子把子贡叫来 你就做的不好 你这样做的结果是 以后不会再有人去输人了 为什么呢 我们来想一想 子贡把人输回来了 然后没去报销输金 再画上你 假如在别的国家 也碰到一个鲁国的这么个人 你就会想一个问题 我掏钱 把他输出来 然后我回国以后 我去不去报销这一笔输金 如果我不去 我有点舍不得 子贡有钱 我不一定有钱 就算有钱了 我舍不得也是可以的 对吧 但如果我去报销输金了呢 那我和子贡之间 就产生了一个反差了 人家就会说 哎哟子贡道德高尚 这个家伙差远了 你看他就回来要输金了 那结果就是让人很尴尬 去把输金要回来吧 就显得我道德不高尚 把输金不要回来吧 我经济上又受损失 那结果怎么办呢 想了半天算了 我不管了 我只有不管了 我不蹚这一趟浑水 我才能免除这种尴尬 不是这样吗 所以子贡赎人 不要赎金的结果 是让更多的鲁国人 得不到别人的救赎 因此道德不能过分呢 孔子另外有一个学生 子禄 子禄很勇敢 有一天他看到 有一个人落水了 他跳到水里面去 就把这个人救上来了 然后这个家里人很感谢他 你救了人了吗 救牛来送给他 哎呦你救了人了 我们没什么报答你 我们给你送一头牛吧 子禄很高兴啊 呦一头牛行 收下了 救了人了 然后我们收了别人的这么一个奖赏 哎孔子听到以后怎么样 表扬子禄啊 仲游啊 你这个做得好啊 你这一做以后啊 将来 那个勇于救人的人 就会越来越多了 为什么 做好事总得有点好报吗 一个人做道德的行为 总该受到鼓励吗 所以子贡子禄 连种不同的做法 照我们俗人的眼光去看 子贡很高尚 子禄很平庸 但是结果是孔子赞扬的事 子禄批评的是子贡 为什么 因为孔子看出来 这两种行为最终产生的 结果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院上面有一篇文章叫插为 孔子嘉宇上也有一篇文章叫插为 什么叫插为呢 就观察细致的东西 从中发现真理 这个插为的文章里面 就讲到了孔子的这两件事 最后有一句评论 说孔子见之以戏观化原野 什么意思 就是孔子在戏为之处 看出了大问题 孔子在我们认为正确的地方 看出了潜在的巨大的危险 这就是明察秋毫 这就是价值判断力 这就是不惑 做到这一步 你才能找真正的不惑 好 这一讲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快乐源泉是什么 是你有爱吗 孔子就是一个骨子 里面特别有爱的人 那么孔子是个快乐达人吗 人语二十章 五百多字 你竟然找不到一个苦 让孔子终身快乐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他真的是快乐到最后 把自己什么年年都忘 年过四十的孔子 试图受挫 屡不得知 他为什么还能乐对人生 请继续收看 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教授 爆棚山为我们揭秘 孔子是怎样练成的 第七集快乐达人